今天是去接一个委托 就是好久没有见到猪猪他们了 今天是去中医斗这一部分 就是还是去修山寺那一带 去有一些就是他们那边比较推荐的景点 去拍一拍然后在明天的直播这样的安排 然后今天刚好也是做一下这个视频日记 看一下就是平时我这一边接委托是怎么拍的 我坐前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去拍东西的车 日本的高通路服务区和国内区别还是挺大的 因为国内的服务区多数都是加油之类的 然后日本高通路服务区就是餐馆餐厅各种 特别特别全的 就是说还有观光情报案内交通情报案内 然后还有阳食和食咖啡便利店 然后物产物产就是特产 交流室居然还有交流室 然后还有展望步道桥 然后我们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那边热情老奶奶看我在这拍然后还给我让开了 然后就是哎是这 对我们现在在这里在这个 在这个韩南 韩南 对那一边那一边是富士山 然后今天是看不到 这个展望台就是用来看富士山用的 它是那一边是河 然后那一边是正在建的是可以到河边去玩的设施 这边是河边来看富士山用的 绝景富士剑祖堂 这边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坐着 哦对是在那个里面的厂登坐着 然后这边还可以提供就是自助购买的塑料袋和毛巾 然后塑料袋它是怕你行李弄湿还是 你的袜子 我们拿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毛巾擦脚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套在脚上的 它套在脚上是什么原理 不知道我问一下 对啊 它不能套着脚抛坐它 哈哈哈哈 脚放着脚撒着 直接踩着 像袜子一样 哦 靴脱脑就放在脚中 所以它放在脚中 水温暖 often 脚温暖 放在脚中 嗨 哦果然还沾着 是这样 那我觉得 必须要套这个吗 不是必须 你当然选择不套 不套的话你就要用毛巾擦脚嘛 对 哦居然还有这样清奇的泡法 然后听他们说 这一边是沙发 明天会把沙发铺上去 然后下面还是床 下面那边都是床 这小赫刚泡完脚 然后各种瓦砂机 然后发出奇怪的声音 这个直播的时候 哦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嗯 看来明天这一块时间需要调整 这个这段时间你还需要延长是吧 对 反正因为我觉得温泉街 对你之前拍过了 对 而且那个已经直播过了 家人拍过了 而且还是红叶机 好我们这个地方踩点完成 希望明天能看到富士山吧 因为这个地方景气挺多的 而且特别适合就是在这个地方把观众汇集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刚好刚刚开始了 对 就收尾站先是看一下 然后在这一块把观众汇集过了 明天的话 我们明天预计是10点15分到上面可以开始直播 嗯 那我们搞到11点半 可以 行吗 11点半 那个明德寺是厕所 厕所 厕所之神 厕所之神的 然后很多人去那祈求下半生平安 对 然后那个里边还有很多就是和那个大 特别像的 树之类的 哇你居然可以这么认真的说出来这个词 不正常吗 不正常吗 小赫赫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小赫没有成年吧 有 没有20岁吧 啊日本没有 嗯 但是现在他已经那个可以进入大人的世界了 啊对 他已经18了 小赫9899 天哪 好年轻 真的太年轻了 好羡慕 羡慕 哦99年天哪 其实你再等一年就是新世纪的了 我不要等你年后吧 啊 就一期我们都是19年后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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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带着我们玩的那个妹子开着吉普 是个狂野的阿姨 哇 不是狂野的姐姐 对 好狂野 明天直播他也跟着吗 对对对 那我估计他会成为亮点的 嗯 就是他上车的时候 那个 我赶紧过去我拍一下 嗯 可以可以 嗯 哇靠 少年你在干什么 好久没有摸动 就那种 那个手摇车窗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 哎 对 我想起来一幕 特别好 就是比如青云山飙车老司机 然后卡停的话 不是摇摇摇摇摇摇摇挑衅吗 然后 然后就在车里边卡 然后挑完信之后 现在要这样摇啊 对 然后特别屌子 然后挑一下信 逗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卡 再摇上来 再哭一样 对 哇小赫赫穿这个我感觉会很棒 谢谢 谢谢 但是是人生的方式 好 这边来来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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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は真诚移装大佬 去送辞 员 探 然后小赫赫穿着这一身羞耻不累的 然后去摘场 走就行了 望似小赫赫第一次穿裙子 不知道怎么走 小赫赫 去踩点拍这种素材一时以来都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就是形成一个接一个比较满 然后并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让你完全充分的拍好素材 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出去和别人带出去最大的区别 所以平时锻炼的这些技术就是想用在这种特别急的情况下的 小赫那边已经脱完了 走吧 然后他就是直接把这个 就是可以直接带走 他说既然你们已经肚子饿了就先不拍那个反射录 先拍这个 先去吃饭了 对 对应该穿着茶的那个衣服 哇女装大佬 哇千歌这样的痛出租车居然出现了在这里 哇 厉害 小赫赫又嵌入了疯狂的状态 对上一次好像我没有拍到过千歌这样的出租车 那后面新家摆了这一堆 哦各种的帕帕 可以 然后声优签名 哇中午吃饭的地方看起来好豪华 明天貌似也是在这吃的样子 明天貌似也是在这吃的样子 哇哦 烤肉貌似是 烤肉 明天我帮你选吧 反正你选吧 今天你吃 你看今天吃了行不行 然后也会选明天要吃啥 OK 咱们明天吃饭时间有多长时间 明天一定得快点 我觉得不然的话 嗯对 确实是这个问题 哦 这个烤的套餐是分一个一个人的份儿 然后一个人这一份儿是1500 然后还有一碗份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对 我是第一次见到是这样点的烤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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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过去喝咖啡 然后中间那三个小时怎么办 所以哪有三个小时啊 所以那三个小时就是喝咖啡瀑布明德色 那绝对就是 对可以非常悠闲的过去 对对对 哎我想了一下 咱们现在五点钟过去的时候 那块不是已经亮灯了吗 对 所以咱们可以把时间放在咱四点钟到咖啡那块怎么样 咖啡五点就关门了 对啊然后咱四点钟到五点钟 在咖啡那块先过着 然后五点钟它关门之后咱出来 然后开始拍那个里面 这样不就不折腾 然后拍完那个里面折腾完了之后去修设室 那也行啊 嗯 那比如说我们两点从那个散布里出发 嗯 到瀑布然后到明德寺 两个小时 够了 对 对到瀑布到明德寺 这算早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提前去东族了 对提前去那个咖啡那边 因为咖啡那边是可以拖时间的 对对 早一点去那个瀑布那些地方 而且我们鸭街都有开 对对对对这样就刚好 明天你们先吃好早餐 然后我过来这边 嗯行 九点啊 对九点 九点到大唐这边直接集合 对 九点到大唐这边 行 OK 嗯 我此刻要送我的钱 我此刻要送我的钱 然后我们就上去 嗯 嗯 嗯